看到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走出专车 法国总统马克宏立刻走下台阶握手寒暄 马克宏还亲切的拍背问好 媒体拍照后马克宏和李强走进爱丽社工 随后马克宏办公室发表声明 两人会面谈到台湾和乌克兰议题 不过大陆相关报道只提到李强向马克宏表示 要进一步加强核能航天航空环保等领域合作 没有提到台湾 李强赴施耐德电气集团巴黎创新中心参观 李强希望施耐德电气坚持深耕中国市场 李强出访法国着重和当地企业对话 在出席中法工商界晚餐会时李强表示 大陆赞少法国政府反对阵营对抗和中西脱钩 希望共同维护中法中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任性 李强仍还没结束欧洲访问 20号才见过面的德国总理萧姿 在德国议会演说时 警告大陆不要对台湾使用武力 肖子在演说中同时强调 德国和西方国家并不寻求和大陆脱钩 但希望减少对大陆的依赖 在29号将举办的欧盟峰会上 肖子也将向成员国通报 德中政府磋商情况 路透报导要求大陆调停俄乌战争 也已经被列入峰会草案 TVBS新闻谢谢谢李明珍 综口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王探索便宜 明珍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站